好 今天想說一個 topic 叫做生產 生產其實是不困難的 但最大問題是東西比較多和零碎很容易撈亂 所以我們有必要先做一個整理 生產其實是一個過程有投入有產出 例如我們投入一些樹木透過過程做了一張椅子出來 那考試會怎樣問的呢 通常就是叫你產出做出來的東西我們做一個分類和比較 通常會一對對比較的消費者物品和生產者物品有什麼不同 做出來的東西如果是私用品和共用品有什麼不同 還有生產有什麼種類初級次級三級就不要搞錯了 很多同學回答了另一種叫生產要素 其實是說生產有什麼投入除了棉樹之外 我們大致分開四種的投入 那考試通常會土地和資本比較多 另外兩種就是人的因素勞力和老闆 下一節我們會努力再有什麼考的 例如組織的方法分工勞力的流動性和出糧的制度 整個生產就是這樣 好接著就說生產的種類 這個很簡單可能初中都教過了 初級就是一些農業、漁業、大自然或者礦業 或者一些資源 二級就是一些工業、製造一些產品 或者建造業、建屋也是 三級就是一些服務 例如香港主要的金融、銀行業 這個本身就不難的 但很多同學問的時候沒有看清楚題目 他就回答了生產的投入 即是生產要素 那就好不值了 所以我們考試的時候 例如這些題目 都要看清楚 其實它是問種類 然後就問零售商 你看到兩分和一種 你就回答一個就可以了 答案就是零售商提供一些服務 零售服務 由於是服務的關係 所以就是三級 兩分這麼簡單 17年的題目也是 安老院它說服務 當然都是三級 答一種 有時你看到是四分 例如二二年的題 和它說是那些類別 你要知道要答兩種 答案就是農民是奸作 是大自然拿一些資源 所以是屬於初級生產 而一些招待遊客屬於提供服務 所以是三級生產 你要看清楚分數 四分通常至少要答兩點 好 接著就會問一下做出來的產出 會有什麼分別 通常是一批批做比較 例如比較消費者和生產者物品 消費者物品就是一些直接 滿足我們需要的商品 例如我們家裡買個冷氣機 直接涼快的 那什麼叫生產者物品 就是要用來進一步生產的 其實有一鐘頭 所以說如果這樣說冷氣機 究竟是消費者物品 還是生產者物品 是無法回答的 因為如果直接放在家裡 直接消費就是消費者物品 相反一些商場 通常在戲院裡面 用來提供一些服務 進一步生產 或者在一些寫字樓裡面 那冷氣機就變成生產者物品 所以呢 去判斷究竟是消費者物品 還是生產者物品 其實是看個用途的 我們先看看Parse Paper 好了 其實是主辦單位 派一些USB 送給顧客 好了 他講清楚是對主辦單位來說 那這些是什麼物品呢 第一樣經濟物品是正確的 經濟物品就是免費物品的相反 免費物品是滿足所有人 但經濟物品是不足夠的 那這些東西當然是有人還想要 所以是經濟物品 好了 第二生產者物品也是對的 因為其實主辦單位的目的 是想透過一些派USB手指 去招攬一些客人 其實是進一步的生產 那消費者物品就不是了 因為據說明是主辦單位 它是做生意的 不是消費者直接買的 所以答案就是一同二 好 接著講一下做出來的產出 那就要分是私用品還是共用品 這個定義要配的 什麼叫私用品 就是要爭的 還有排他性的 即是我要了你就沒有了 舉個例子 一個披薩 我吃了一件 你就吃不到那件 即是我選了這一塊 你就吃不到 要爭的 排他即是我吃了你就沒得吃了 相反 有一些產品 竟然可以大家齊齊用 不用爭的 爭什麼 那究竟是什麼來的 這些就叫做共用品 先講定義 也都是要背的 例如一些電視節目 同一時間可以數十萬人看 數百萬人看 甚至世界杯決賽 全球十幾億人一起看 這些這樣的比賽 我們說不用爭的 大家一起看的 就叫做共用品 考考同學 公廁是否是共用品 當然不是 我蹲了在這裏 你就要外面等了 所以公廁是私用品 可能同學見到有個公字 就弄錯了 那我們就看看 政府派過一些 童心口罩 是否是共用品 答案當然是否 我戴了 我就爭了 你就不能戴排他 或者不能同時使用 這個也都比較簡單 好 接著說一下 一個叫生產要素的概念 生產要素 其實就是生產上面的投入 投入一些東西 我們分開四類 土地 資本 勞力 和企業家職能 通常考試 土地和資本 會叫你做比較 土地 我們的重點就是說 是一些天然的資源 但自然富裕 舉個例子 埋在地下那些 未經提煉的原油 我們就說是土地 相反 經過提煉之後 的汽油 就不是土地了 那是屬於第二類叫資本 因為經過人的加工 經過人加工的 所以我們的名字就說了 就叫做資本 是一些人造的資源 那做來做什麼 當然是協助 或者用作生產的用途 那資本的例子 有些是看得到的 有一座機器 工廠 道路 例如老賓信漂流記 為什麼要浪費整天時間 做個魚網出來 因為可以提升生產力 捉多些魚 但是有些資本 是無形態的 那些就叫做人力的資本 舉個例子 醫生為什麼要讀這麼多年書 這些知識的東西 其實都是用作生產的 但是沒有實質形態的 就叫做人力資本 都是屬於資本的一部分 有些補充 填海得回來的地 根據定義 是資本 為什麼 填海 不是大自然給我們的 行不行 名字是填海地 但是 經濟學的定義 就是資本 最後兩種生產的投入 就是屬於人的因素 第一種就是勞工 提供勞力 一些人裏面提供簡單的體力 或者努力 第二種人比較深入的就是老闆 老闆可能不需要落手落腳 那它的功能是什麼 有兩個 承擔風險 作出決策 但是如果考試真的只想選一個的話 我們最重要其實都是承擔風險 因為作出決策你都可以請人去做 一些叫經理 但是承擔風險就一定是老闆的 沒有得走 最後我們看看一些 Past Paper 首先第一題 有些同學搞錯了 太陽能電磁板其實是屬於資本 因為人造投入生產的資源的投入 但是陽光應該是屬於土地的 來多次它不是問過電磁板 你搞清楚一點 最好選擇它 陽光答案是土地一分 原因大自然富裕的天然資源 你可以再補充一些 為什麼是土地 因為是協助生產或者生產上面的一些投入 第二題 在一個生產組織裡面 瑪利 瑪利是一個人 是哪類生產要素 留意瑪利不是提供體力或者努力 因為它不參與管理 那它有什麼做 剩下來就是承擔風險 承擔風險是屬於哪一個生產的要素投入 答案 好了企業家職能 瑪利就是屬於企業家 瑪利提供的投入就叫企業家職能 而企業家職能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承擔風險 2分 好了看看最後一題 二三年的題目 它很特別 三種都問了 土地又問過 企業家職能又問過 第三種聊天機械人是屬於什麼要素 正確答案 是資本 當然不是土地 天地初開 爆出來不會有機械人出來 一定是人造的 那為什麼要做機械人出來 答案用於生產 生產的一些投入 人造資源